主要不如說 過民適應的皮皮組織 它是在我們人體的皮膚外觀 看起來就像桻子皮一樣 沒有不可凝針的情況 它最主要是我們的皮膚層 它發生一些結構性的改變 那這些改變包括所有傷的部分 第一個是我們的脂肪的局部的堆積 第二個是它內部的纖維不平整的情況 第三個是包括說它的真皮跟它的表皮鬆弛 而從外觀上面就會看到脂肪短快不平整 它通常分為有三個等級 那通常第一個等級是說 你必須要用力去捏它的皮膚的部分 它會出現局部組織 那第二等級是就在皮膚繃緊的時候 包括說像站立的時候 就會出現局部組織的情況 那第三個是在皮膚放鬆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出現 包括說躺著的姿勢就有可能出現 那這是比較嚴重的部分 通常就是發生在脂肪比較容易局部堆積的地方 包括說像臀腿腰腹 那最主要是在臀部跟腿部的交界處 包括說在外側跟後側的部分 是最容易有局部組織的情況 當然我們要治療橘皮呢 首先就是要對症下藥 那我們剛剛說的有三個原因 包括脂肪、纖維跟皮膚鬆弛的部分 要瘦在該瘦的地方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抽脂就是一個非常有效且方便的工具 傳統抽脂主要是針對我們的深層脂肪做處理 那我們的橘皮組織它最主要是位在我們的淺層脂肪 所以深層的抽脂它比較沒有辦法達到改善橘皮的作用 那目前就是要針對我們淺層脂肪來做處理的抽脂方式 那最主要就是微塑抽脂 因為微塑它除了針對深層脂肪的抽取之外 那它對於淺層脂肪層以及我們纖維重置呢 它的功效是很好的 那它最主要有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是它是利用硬波共振 產生氣泡震盪來達到乳米脂化的情況 所以呢它可以抽取到比較淺層的脂肪 而不會有一些像凹凸不平的情況 那第二個呢它在硬波震盪的過程中 它會產生一些低的熱能 那這個低熱能呢 它會造成我們的深層層的收縮 術後的皮膚會比較緊緻的一個形形 那第三個呢 它會使我們的淺層脂肪層的纖維呢 能夠解離在重置 那可以讓我們的表皮的分布能夠更均勻一些 通常如果利用傳統抽脂的話 它主要是針對我們深層脂肪的抽取 那有時候大量抽脂之後呢 皮膚可能會更鬆弛 那第二個是 如果說你用傳統脂肪去抽取 比較淺層的脂肪 傳統抽脂是利用一種高負壓的抽取的情況 那它會比較強行的刮除一些脂肪 那它甚至比較容易凹凸不平 造成你橘皮組織會更明顯 通常是可以分為物理性跟化學性的 那物理性的就包括說 平常按摩 那LPG等等 還有說如果是包括化學性的話呢 可能就做一些快充光 或者是電波 或是像是一些非侵入性的溶子等等 那當然這些都是只是作用在我們的皮膚的淺層的部分 那它對於橘皮組織的作用都是比較少的 當然微塑抽脂呢 它可以直接作用在這個真皮層 脂肪層跟纖維層 所以呢 它造成的原因呢 是最能夠徹底的根除的 所以它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肥胖紋通常就是真皮層被稱列了 那肥胖紋這個部分 可能是在懷孕或者是在青春期生長的時候 對 那它的真皮層被稱列受傷了 這個部分其實是會比GP組織還要難處理 根據它的原因喔 那包括說脂肪的局部堆積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要避免肥胖 第二個就是有時候呢 你的一些纖維或者是說你的皮膚緊實方面呢 你就必須要靠著運動 包括腳踏車游泳等等 那當然有時候你還是要必須借助一些像醫美療程 包括說電波或者是脈瘡光等等 那可以讓皮膚緊緻的一個情況 我們如果說發現這個有必須去組織的情況 那我們就會分等級來做一個評估 那當然第一級跟第二級呢 它對於治療效果是比較好的 抽脂手術呢它還是一種手術 所以它還是有一些風險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在素前評估 包括麻醉 包括說抽血檢查等等 手術後呢通常有分成前期或是後期的部分 那前期呢當然就是我們抽脂 有都會有一些風險 那包括說有可能會出血 有可能會休克等等 那這些都是必須要注意的 那後期呢最主要是在於我們皮膚的緊緻方面 所以呢我們通常會建議 手術後術生衣要穿著大概一到兩個月以上 那或者是說我們必須要藉著按摩呢 就讓它的循環更好